这个新约提到牛膝草 就是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冰丁呢 主耶稣渴了 冰丁就用这个海绵啊 蘸了醋 绑在牛膝草的杆子上来 伸给主耶稣 尝了以后 就说成了 然后就断气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牛膝草 我们来吃吃看这个牛膝草的什么味道 嗯 真的很棒 它有调味过了 是 很香 植物园的导游说 牛膝草 它一种草却有三种的香味 有莫河 还有另外两种的 这个 香草的味道 对 所以奇怪就是一种 牛膝草 它说过 圣经中起码有四到五处提到牛膝草 哦 第一次讲牛膝草 是在 初埃及记的这个 育月节啊 他们用牛膝草占血来图门 对不对 第二次讲到牛膝草是指 在这个 那个立位记里面 换大麻风的人 要用牛膝草 来这个 捷径 来捷径它 那第三次讲到牛膝草呢 是指的大卫呢 诗篇五十一篇的认罪 用牛膝草来捷径它 是表示卑微的意思 牛膝草 亦表卑微的意思 那 在 这个新约提到牛膝草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冰钉呢 主耶稣可了 冰钉就用这个海绵呢 占了醋 绑在牛膝草的杆子上来 伸给主耶稣 藏 主耶稣藏了以后 就 说 成了 然后就断气了 那他们说到这个牛膝草 是 是指整个主耶稣 他的降生的卑微 一直到主耶稣定死了 在十字架上 还是卑微 那个导流就说 整个的一个圈圈 主耶稣的人生 在地上有经过的过程 都是卑微 就好像菲利比书说的 他 原与神同等 但却是呢 以神同等为强逻之争 反倒虚己而是卑微 成了儒仆的形象 并且来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还死 纯心卑微 纯心卑微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 从头到尾 都是牛膝草的预表 就指 主耶稣说的 他的 为人生活 他的人性 这一面 就是牛膝草 讲到他的卑微 对 那牛膝草 不只在圣基中有这样的含义 牛膝草 他是 像基中说的 他是最小的植物 所以他 象征是卑微 那其实牛膝草 他还有很多的功效 他可以解毒 然后他对胃很好 对 是一个非常 就是有疗效的一种植物 对 那有一处经节 刚刚没讲就是在 所罗门 应该是在猎王 历代至上 第几下 讲到 所罗门他讲 植物啊 是从 墙头长的牛膝草 一直讲到 利巴嫩的香薄树 换句话说 整个植物里面 最卑微的 就是牛膝草 他是长在 石头缝里面的 那 最高的树 就是香薄树 所以他从这个比较来看 牛膝草是 最卑微的 那在以色列这个牛膝草怎么卖呢 看吧 100g 10g 也就是 一公斤要 100块 台币 不是 摄克勒 100块摄克勒 对 换句话说 100克的话是 10摄克勒 哦 所以这个香料是 蛮贵的哦 我看好 我们100块的话 一公斤 还算好 所以 1kg 是100 不算贵 当然 比菜要贵了 对 可是因为草比较轻嘛 所以 哪一公斤 可能会买出很多 不算贵 不算贵